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那么这期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个面向的一些小知识 如果是有困惑的可以关注或者私信 我们来看这个 如果是一个人的下巴饱满有肉 代表着这个晚年呢 能够存得着钱 就是为后代做打算 这个晚年容易享清福的一种特点 特别是对于这个生活上比较富足的人 有房有车有固定资产 这种人呢再加上下巴能够兜兜住财 这就是不会容易晚年出现破败 就是这个下巴的重要性 那么夫妻宫 夫妻宫呢是指这个眼尾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如果是风浓光滑的女性 从性格上来讲是忍耐性强 理解能力强 智商情商都非常高 对待自己的婚姻呢 是看的比什么都重要 就婚姻和睦美满幸福 天庭饱满 天庭饱满呢 其实天庭饱满的女孩子啊 我们说在客服的女人面相当中 有一个这个就是额头太高 额头太高呢 其实不是这个就是天庭饱满 饱满的有点过了就形成额头太高 所以说如果是天庭适当的饱满 这种人呢优势就是事业性比较强 这个对这个权力追逐的欲望比较强 责任感也很强 这种女人呢在没有结婚的时候 会一心一意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一旦结婚之后呢 她会对家庭啊 也会担当一些这个家庭的责任 能够让家庭啊和事业能够双管齐下 所以说这个额头对于女人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女孩子喜欢留这个刘海啊 其实对运势还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 我们看这个鼻子啊 鼻子这个鼻子就非常不错啊 非常饱满有肉 而且鼻翼呢非常的饱满啊 那再加上这个鼻梁和鼻梁的这个位置啊 不是很瘦啊 不是很干 比较比较削薄 看起来比较壮啊 比较肉肉的 这种鼻子就非常不错 面临当中 她这个鼻子呢 也是财薄公啊 所以说财运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是煮这个中年的运势 中年对于一个人一生的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龄阶段啊 是奋斗的年纪 是跟财运息息相关的年纪阶段 所以说这个同时也透露出 对于女人来讲是一种夫作啊 也是能够透露出望夫的一种程度啊 好的鼻相就是这个 非常的饱满啊 肉肉的 而且鼻梁呢不塌陷 那么坏的就相反了 就尖小鼻孔外漏啊 生活上是容易操心 开开支比较多啊 劳度的事情比较多 都是跟鼻子的这个有关系 全骨啊 全骨这个位置 如果是比较饱满 适当有肉包裹的话啊 所以说对这个婚姻来讲 特别是女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 有肉包裹的全骨 既能够在事业上有自己的追逐心 同时呢在这个婚姻当中 也是懂得体谅丈夫啊 善解人意 所以说这个全骨 全鼻要相配啊 不能说全骨太高 鼻子太小 或者是鼻子太大 全骨比较低一些 这都是不好 一定要全骨相 这个鼻和全相配 相配在一起 才能够形成好的一种面相特点 像这个就是有点全鼻不配啊 全骨偏高 鼻子偏小 这个就是全 这个全和鼻呢 能够搭配在一起 好了 有关这个面相当中的一些内容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呢 可以关注或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